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試問 一位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子 如果坐上頂級貴婦的位子 會是怎樣的體驗呢?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位來自日本的晴代夫人 最初只是一名很普通的日文老師 後來因為外形較好而坐上了空姐一職 然而 也正是因為這次的轉行 她碰到了改變自己一生的丈夫 之後便過上了極盡奢華的生活 其丈夫對她可以說是毫不吝啬 每次贈送的東西都價值不菲 甚至有次她生日 丈夫還直接給她送了一座島 據說 她如今的資產已經有一萬億日元 她的丈夫乃是被人稱為煤炭大王的頂級富豪 而且她還不僅僅是有錢 身份地位也不一般 據媒體的報導 這位煤炭大王還是一個擁有著拿毒爵位的貴族 這個爵位可是印度尼西亞一些有功之臣 或者說對國家做出過突出貢獻之人 才有資格獲取的 當然也僅僅是有資格而已 因為就算力的功勳再大 也還是需要國家的皇室成員 或者說是政府的高官推薦的 所以說 能獲得該爵位之人 既要有錢 有權 還要有能力 有關係 最重要的還要人緣好 和本國的高層都處好關係 而秦代的丈夫就是這樣一個人 她不僅靠著能力給自己爭取了一個爵位 就連她的妻子秦代也順帶著成為了拿廷 而秦代的出身則頻繁太多 她在年輕的時候只是一個普通的日文教師 專門負責教授外國人學習日語 不過也正是因為這個身份 才讓她和未來的丈夫相識了 當時秦代夫人在日本國內的一家日文培訓機構工作 在這裡她遇到了前來學習商務日語的丈夫 當然 這只是偶遇 當時的雙方都沒有注意到彼此 秦代的未來丈夫 也只不過是看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日本的經濟發展十分快速 為了更好的經商 才在家族的嘱托下前來學習日語而已 因此 二人在此時也只不過是學生和老師的關係 他們平時除了學習上的事情 也並沒有過多交往 在這之後 秦代的丈夫便學成歸國了 秦代本人也因種種原因離開了工作崗位 他們之間也就暫時斷了聯繫 可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 緣分就是這般妙不可言 後來秦代在朋友的介紹下 成功入職了日本的一家跨國航空公司 成為了一名空姐 就在她第一次參加飛行任務的時候 便遇到了坐在頭等艙出國談判的未來丈夫 他們都被這莫名其妙的緣分沖昏了頭腦 秦代的丈夫又是一個十分相信命運的人 因此她當即便留下了秦代的聯繫方式 約定下飛機之後一起吃飯 叙叙就 而面對眼前這位英俊瀟灑又事業有成的男人 秦代自然也不好拒絕 就這樣他們開始了深層次的接觸 據秦代本人回憶 當時丈夫的追求手段確實十分浪漫 他只要一有時間就會來到機場接她下班 每次都會帶著不一樣的鮮花和紅酒 帶她在東南亞各地吃著不一樣的美食 這種新鮮感讓秦代徹底的淪陷了 而丈夫看著她天真爛漫的模樣 以及從來不要求購買奢侈品的朴素性格 也深深地陷了進去 於是乎 在某一個傍晚 經過丈夫的正式表白後 她答應了下來 二人也就開始了正式的交往 並很快就開始了同居生活 自此之後 二人的感情日漸升溫 丈夫每天給到的驚喜不斷 她也會親自下廚等著她回來吃飯 家的感覺讓他們瞬間燃起了想要結婚的衝動 交往了一年以後 他們攜手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值得一提的是 當時的婚禮現場極為壯觀 簡直堪稱是世紀婚禮 而說及秦代夫人的身價 其實兩人結婚的時候 還沒有現在那麼有錢 她的丈夫之所以能夠賺到一萬億日元的家產 和秦代本人的扶持也是分不開的 秦代平時不僅不亂花錢 還十分關注商業上的事情 而丈夫總公司旗下的一家重機械方面的巨頭公司 就是由她一手經營起來的 丈夫一開始也沒想到她這麼有商業頭腦 就想著給她一家最小的公司練練手 畢竟老婆開心最重要 但令她沒想到的是 妻子才入主該公司幾年的時間 就通過和世界各國企業的交易合作 將公司的規模翻了個番 不僅如此 秦代夫人也並沒有因為越來越有錢而膨脹 她反而一直守護住了自己善良天真的本心 她會經常投身於公益事業 會時刻密切地關注災區百姓的情況 給予相應的物資 經濟援助 當然 如此善良的品格 可能也正是她成功的原因所在吧 雖然剛剛說了 秦代夫人從來不亂花錢 但這個亂子也僅僅是相比較於我們普通人而言 她本人的生活還是我們忘不可及的 首先說說她名下的房產 一共有6套 而且她的這6處房產 每個都大有來頭 其一是在印尼的房產 印尼是她老公的故鄉 在這裡的房產自然不會寒酸 通過被爆出的圖片來看 完全就是一套北歐風情的頂級別墅 價值估計在幾億人民幣上下 前二是在加里曼丹島 加里曼丹島算得上是他們兩口子度假的地方 她在這裡的房產的裝潢 未來科技感爆棚 其中一個沙發的價格就達到了一千多萬人民幣 全套家具加在一起最少也要一個億以上 當然這還沒算上房屋本身的價格 其三是新加坡的一處私人療養院 療養院內有泳池 椰子樹 浴缸比普通人家的衛生間還要大 並且據秦代夫人本人透露 這個療養院她們夫妻都沒怎麼去過 但光是每天的維護費用 都要趕上很多人一年的工資了 其四是位於澳大利亞的莊園 這個她們夫妻倒是經常去 因為這裡有著一個她們私人的高爾夫球場 整個莊園的面積都快趕上一個小縣城的面積了 其五是位於日本的一棟高層住宅 這個看著還普通一點 但這其實是因為這個200多坪的房子只是一個倉庫而已 最後一個就是她們夫妻在日本經常居住的家了 而她們對外經常展示的就是這裡 據秦代本人說 這間房子是十多年前建成並裝修的 大概有300多坪 雖然面積不大 但是在十年前的時候 該片區域較外層的房子 單價就要達到15萬人民幣以上 內層縣如今的價位大概在25萬一平房 當然 這還只是房屋的價格 畢竟這才是經常居住的地方 這裡的裝修自然也是不會差的 根據日本一檔綜藝節目介紹 這個別墅之中有滿院子的名貴綠植 正中央還有一個意大利空運而來的噴泉 這噴泉光是人工費 運費就達到了數百萬人民幣 本身的價格更是價值連成 外面還有陶瓷狗 內有陶瓷豹 和噴泉一樣 這兩樣東西也是從意大利直運而來 屋外簡約大方 屋內則是奢華之中帶著一絲質樸 他們家所有的地面鋪的都是上好的大理石 還有各種家具 全部都是歐洲最頂級的奢侈品 而且客廳裡閃亮的水晶吊燈同樣來自意大利 價值約300萬日元 他每次回家的時候 都會先打開這盞吊燈 說除了丈夫 這是最讓他有安全感的東西 另外還有鋪在地上的高級手工地毯 其價值在200萬日元上下 看上去就極其昂貴 還有用來代客的歐式下午茶餐具 僅一套下來就是700萬日元 而且據說家中還有三兩套之多 另外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是 牆壁上還掛著一幅晴代女士的畫像 據他自己說 這是某次舞蹈晚宴上他的畫家朋友給自己畫的 是他在拜占庭皇室晚宴上的樣子 而會客廳裡擺放的餐桌和茶几也全都是來自意大利的大理石製品 雖然很重 但是非常美觀 不過這些東西的價格外界卻不得而知 因為晴代夫人自己也不知道價格 注重物品質量的她 稱自己只是看著品質好就刷卡購買了 而花了多少錢自己也從未在意過 據說整幢別墅的裝修費用大約有3億5000萬日元 聽聞這個費用後 外界一度大呼 無法想像 但是 介紹這些花費的晴代夫人卻一直都是毫不在乎 像是沒有表情地爆出一些數字而已 除了這些 夫妻兩人的婚姻生活也一直非常甜蜜 她的老公在婚後不僅沒有冷淡她 反而開始用更大的手筆為她送上浪漫驚喜 對她的愛可以說是指增不減 有次晴代夫人過生日 豪氣的丈夫竟然隨手就送出一座無人島當生日禮物 而在島上還修建了房屋 裡面日常居住的生活設備 丈夫也全都按照她的喜好配備齊全 她隨時都可以到島上度假散心 甚至還曾多次帶朋友一起開辦聚會 此外 丈夫也會同她一起做慈善活動 之前為了保護紅毛星星 也曾專門買下一座島 對此 外界也是大方稱讚 此前 在某次採訪中 當晴代夫人被問到覺得先生有什麼吸引人的魅力時 沒想到她卻一臉嫌棄到 她哪有什麼魅力 雖然說出這種話 但她臉上的笑意卻掩飾不住 足以見得她的婚姻生活非常甜蜜 希望她們夫妻二人的事業能夠發展得越來越好 也希望她們能堅持慈善之舉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 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